据媒体报道,4月23日,传网网报杨硕出轨的当事人通过微博正式回应了此事,表示自己与杨硕也仅仅只是一面之缘,网上传的所谓转账一万出入酒店根本就是无中生有,言辞激烈看起来非常生气。 该名女性在微博重申自己和杨硕没有任何关系,只是因为活动见过一面,自己是家中独女不缺钱花,目前还是学生,自己出游也只是和家人朋友一起,不存在网上传的转账一万何出入酒店。